OK 找着了 单底 叫三底 哈喽 你好 喂 劳力先生 你好 就你起这个标题 我实在没看明白 就是说 你说这个两岸统一 这个我们说不算 那我就好奇了 你在你的印象中 谁说了算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中央人民政府说了算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只是他们说了算 对不对 对 那我就好奇了 就是 这个中央政府 如果他什么都说了 他说了算 这个是结果 就是说 你只是讨论 在讨论一个 就他有这个 执政的合法性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还要 控制这些媒体 这个搞个中央电视台 搞个海峡两岸 他放给谁听 他要带什么舆论风向 什么都他说了算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 给我们宣传这些东西 历史书还要写这些东西 从小 幼儿园就要开始教 对不对 那还是 说实在的他还是需要 这个人民支持他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人说了算不算 你在过度的 就是说你忽略了 就是14亿人肯定你单独一个个体 你说了不算 但实际上这个声音 它都是要靠14亿人 一个一个累积起来的 对不对 你怎么能说 咱们说了不算呢 你这话就有保密 我们是这个人民当家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新华社在发表求是文章当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的 你肯定误解他的意思了 我没有误解他的意思 我用不用拿原话给你看一看 你可以拿原话 怎么可以这样乱讲 你说我乱讲 我是那种人吗 当然是乱讲 就是你谈东西 立场 你有说 咱不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读 有的时候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你得基于现实 你明白吗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 线面解读 这个不是现实不现实的问题 好不好 就是现实 我们确实可能 现在 可能不需要那么急的拿台湾 这个我知道 但是你说我们说了不算 这个就有问题 就人他都有思考的力量 你说了不算 你当然不算了 你是老百姓 你没有权威性 你登代表人民政府吗 所以你还是有个问题吗 就是说既然人民说了都不算 他放那些节目干嘛 他还是需要 你看你这不就是纯属 就是挑 鸡蛋你挑骨头了 就纯属 那你这个标题干嘛 这是之前的那个事说的吗 之前的那个事 你都没有听前因后果 你就来这批评我 上来一顿 我给你找啊 我给你找 这个 稍等一下啊 我拿个手机 哎呀就搞的 我就非常老想 老想自认清白 等一下啊 搞政治 你不得有点 话题性吗 是不是 你既然起这标题 就有好事的观众会上来问啊 是不是 你干嘛取这标题 你说的也对哈 我居然无法反驳你 是不是 你唠点别的 你别逛灯 让我找啊 找到了 我唠点别的 我唠点别的就是 我找到这个东西 咱的奴隶先生 这频道也看那么久了 对吧 你要不就 为立场的声音 发的大一点 不要给我讲道理 你说那一套 谁都知道 好不好 就稍微有点 高中水平的 大概都知道 你讲什么 治权法权 治权法权 没用 好不好 咱就商量怎么 打台湾都可以 好不好 商量怎么打台湾 你不扯多了吗 我又不是那样的频道 你有那样的频道 你去听 你非得交给我 怎么做频道 要不你自己开一个 不也行吗 连国民党 他都不讲这一套了 他现在 你见到国民党 讲你说的这一套 国民党讲不讲 是我在跟网友 讨论这个问题 你在教我怎么做人吗 我没有教你怎么做 那不就是吗 我要不改的话 你可以吗 可以不改吗 我有权利不改吗 我又是你领导 是不是 那不就完了吗 有感而发 这是上来 对 你有感而发 你有建议权 我有不采纳权吗 不是一样吗 那当然 那当然 对呀 所以有这么多 他讨论天天每天武统 日常武统台湾的节目 你不去看 你非得要求我改成日常武统 还说我这样做节目不好 那你不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不逗吗 来看到了吗 我的意思就 看个直播画面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静下音 你来看一下 现在的直播画面 如果你看的话 应该能看到 这是在这个新华社发表的 评论员文章的 这个求是 这个文章的这个截图 看得到吗 您别着急 好吧 您哪一句话 说了这个人民说了不算 就是说你说了 我没有说他说人民说了不算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一件事情吗 你刚才问我 谁说了算 我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央人民政府说了算 那这个党 他的合法性在哪里吗 他党合法性 其实因为他代表 全中国人民根本合法利益 就那么简单 那你既然他代表了 代表了代表 代表什么吗 那我们要武统台湾 或者我们要统一台湾 这个是不是 他代表我们在做事而已吗 他不是说他 你们要 你们 你们是谁 你告诉我 你能具体量化吗 你们是谁 中央人民政府 是可以具体量化的 他有国家主席 他有国家总理 副主席副总理 他有政协 他有人大 你代表什么呢 你算是什么 这个量化的标准 在哪里呢 因为有14亿人 好不好 如果说我是一个人 他对我负责 那你如何代表 其他14亿人呢 如何代表 那您这个 咱这问题就不要深究 好不好 因为我们 我跟你提到正格的 正式的 你又跟我说 不要深究 我不跟你提正式 你跟我玩抽象 你这个不叫正式的 你这个标题 就有问题 哪个问题 你起这种烂标题 然后你又叫大家 不要自己 你觉得我的标题烂 你可以不看吗 我求你看了 你现在是非得上来 怼我掰我 这不是你想干的吗 我也没想说 来上来 你必须得跟我说 我必须得让你认为 是这样是对的 我说的是我的观点 你可以不认同啊 但是你现在 非得掰我吗 不是 我当然要掰你 因为你这说的是错的 我说的是错的 你就证明 我说的是错的 不就完了吗 对啊 因为 你来你证明 我证明 我已经证明了 你怎么证明 这个不是号称人民 当家做主吧 是啊 号称人民当家做主 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这有没有问题 说的这些 是个人都明白 这个有问题吗 装清高 这个这个你看 你看你又开始 给我贴标签扣帽子了 我在跟你谈事实 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代表 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你在打击革命的 你在打击这个 群众革命的积极性 你看就是扣帽子 你出来会扣帽子 你还能证明我别的吧 给我贴标签扣帽子 当然给你扣帽子吧 你看 你这搞政治不扣帽子 你干嘛 那你说扣帽子 那我能扣你一堆了 我还说你是刁民呢 我还说你是反窜黑呢 我还说你是反贼呢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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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有骂意义呢 上来我听你跟我喷的 你还有什么正事说吗 你要能证明 我说的是错的 你就跟我说 我已经跟你说了 就是罗黎 不要小看你自己 好不好 你说了算的 只是说因为有14亿个人 你的声音就那么大 当然你是个自媒体 可能你带风向 还可以多带你 下一次建议你带风向 不要老是讲什么什么台湾 我参事实 我是个人频道 我又不是党媒 我又不是宣传机器 你老要求我做外宣的工作 我做不了 台湾人来讲 好不好 你讲那么清楚干嘛 我是个人媒体 明白吗 我聊的是我自己 想聊的话题 我不是党媒 我不是宣传机器 我不拿工资 明白吗 我是业余的 你把我 跟我身上 担一个这么大的担子 把我当成一个外宣 当成一个统战的 那个什么了 你太高看我了 兄弟 大哥 我听你声音 应该年纪比较大 大哥 你太高看我了 对 我年纪比较大 是吧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有中国人的良心 我能保障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凭良心说话 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维护我同胞的利益 维护我国家领土土和主权的完整 还有尊严 我就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好公民了 你还要求我做什么呀 大哥 我没有要求你做什么 我只是看到你这个标题 就是说您这个在打击革命积极性 好吧 就是说好 我就是一个人 我的频道这么小 我还能打击到革命积极性 你太高看我了 你真打我 你真打我当回事呢 咱这不是探讨一下 是啊 但是你是上来说这话 有的时候 当然我可能啊 我说这话 可能有点 你听着有点不太舒服 但我说的是实话 大哥 我知道你岁数比我大 我听你声音应该也是有一定年纪了 我是希望中国人好 我遇上傻逼反肥 遇上这个 中华民国的粉 过来上我这吹牛逼来 跟我在这强调留待性来 我也一概都灭日 但是你别拿我当成外宣的人 我不是工具人了 大哥 你不是工具人 你也不要起这种标题 好吧 你看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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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起这标题 爱你事了 是吧 行 那你 那你给我推送 好吧 那你给我推送 好吧 啊 因为我本身可能对你印象还可以 你起这种标题干嘛 行行行 好 我明白你意思 你看我爽 你看我 这样行吗 大哥 你看看我爽 你就多看两眼 你看我不爽 你就少看我两眼 行吗 一人难称百人心 你得上来一个人跟我说 啊 罗尼我希望你这样 罗尼我希望我还活吗 我别活了 我让你们都给我吃了 就好 行吧 我 你觉得我有错误 你提出批评 我接受啊 但是我改正不改正 我考虑一下 好不好 OK 我再跟这个观众说一下 好的 你们那么牛逼 你们联系 好不好 不要在那里打字 打了几个字很容易的 对 我同意 大哥说的这句话 我非常同意啊 上来抠字 那么牛逼 对吧 我是坚决反对嘴炮的 啊 罗尼哥好 再见 好 感谢大哥啊 再见 感谢您的联系 拜拜 哎 我这人就是这样 其实无所谓 那你大伙就聊天嘛 可能你不同意我 我不同意你啊 你看我不顺眼 我看你不顺眼 但是咱都是中国人啊 咱都是中国人 记住这个啊 就是说什么啊 你可能在话题上 某一个论点上 你不同意我 欢迎你上来跟我辩论 但我永远都知道 一个点 你爱中国 我也爱中国 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这就OK了 愿傻逼 我们一起共同对外啊 该该有什么话题 想吵一下辩论一下的 也无所谓 但是不会伤及 我们中国人的感情 好吧 大家明白我的立场 和观点就行了 别看着我 你别看我节目 啊 罗尼我弄死你 你不用这样啊 不用这样 不用跟我生气啊 你看刚才那大哥上来 说话多犀利啊 这一顿给我怼的 我也没跟他生气 不是 我这是心态 我跟你说 有人语文好 有人数学好 罗尼 你就心态好 不至于的 不至于 谁跟谁有仇啊 你帮我认识你